大家好,我是今天全民开讲的总持人潘潘 12月20日是联合国确立的国际人类团结日 以强调求同存异的重要性 提醒各国政府遵守其国际协定承诺 提高公众对团结合作关键作用的认识 现今,社会正是因为包容性的团结合作 重视人权的重要性 国际社会在减少贫困 推进民主自由等领域 采取得了大踏步的进步 并促进整体社会欣欣向荣 联合国大会在2005年 阐明团结是21世纪各国人民基本而普遍的价值之一 并宣布每年12月20日为国际人类团结日 各国政府在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 承诺消除贫穷 并将此视为人类必须履行的道德、社会、政治和经济责任 无论是政府、政府间及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 都应结为伙伴 开展合作 为促进人类团结而齐心协力 为所有人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安全的世界 我们来聆听联合国NGO世界公民总会副主席 洪道指博士的支持 各位贵宾、各位好朋友、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 今天是国际人类团结日 2005年联合国大会确定每年的12月20日为国际人类团结日 这是一个庆祝人类在多样性中团结的日子 是提醒各国政府尊重其对国际协议承诺的日子 是提高公众对团结重要性认识的日子 是鼓励促进团结以实现包括消除贫困 尊重人权在内的永续发展目标的日子 团结就是21世纪各国共识的前权类重要方向之一 也是关乎地球公民可和共荣与永续不可或缺的要素 团结绝不是空谈合作和互制即可达成 最重要且必要的是需人人积极主动 以真心实践 发出内心的包容与尊重 主动伸出双手助人 主动勇敢发出不平之名 主动愿意生先事足行动表率 联合国前任国际团结问题独立专家 卢迪·莫罕默德在其2010年报告中主出 国际团结是人类尊严的先决条件 是所有人权的基础 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方法 并具有跨越所有分歧和差别的桥梁功能 国际团结的总体目标是 创造有利环境 以维护国际秩序 确保国际社会的生存 现今世界面临的种种考验 更是需要世界公民不分离我的团结力量来解决 例如新兴传染病对全人类的影响胜剧 病毒传播没有国际 它可以存在于任何地方 也透过不同的遗传物质变异 生存在地球的环境中 没有人可以免于受到影响 病毒不止现已引发疾病的病毒 还有各种人为的后患 社会制度的苛救 经济上的巧取豪斗等等 主要是伤害到普世人权 影响人类生存自由的 这可视为是危害全体人类的病毒 其影响力绝不压于那些对人类造成疾病的病毒 其造成的伤害甚至可死人伤命 团结是后疫情世界的出路 是治愈我们人类和社会疾病的路径 当前全球面临疫情的不可预测 和前所未有的互面影响时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团结更是至关重要 人民、国家、政府和组织必须团结起来 为人类共同的未来和生存而奋斗 现代人士管理之父罗伯特·欧文曾说 团结就有力量和智慧 没有诚意实行平等或平等不充分 就不可能有持久而真诚的团结 团结的前提在于每个人能够看见他人 更进一步看见他人与全局之需 小我而造就大局 创造共荣共好 它包含了社会正义和公平的价值观 这是保护人权的根本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知多彩的世界 有不同的种子、文化、语言和习实 只有爱和良心才能将我们的多样性 转化为团结与合作 爱引导我们关注他人的利益 愿意接受和尊重彼此的差异 棘手不欲、勿施疑人 良心指引我们做正确的事情 为所有人争取公平与正义 大环境的气场 因人类内心的五毒 贪、真、吃、慢、疑而败坏 当五毒产生利益、熏心 环境、聚而以各种形式 反扑到人类身上 无论我们愿不愿意 这已是生命共同体 必须承担的现实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 良心觉醒 引动更多的善心善行 以良善的蝴蝶效应 平衡扭转恶着的四局 尤其唯恶多端者 若能找入觉醒赎罪 弥补过失 还是有机会拯救自己的灵魂 让灵魂得以纯净 也让善良的能量广布世界 这个时代早已无法独善其身而住宝 面对不公义的自私与冷漠 等同是助长为恶 唯有具备爱与良心的世界公民 实时自污足中自清自行 应用真慈悲 真勇敢 真智慧 必能通过恶劣环境的考验 助助又助人 救人而自救 联合国的永续发展议程 以人类和地球为中心 目的是提高所有生物的福祉 没有全球的合作和参与 这些永续发展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为了在多样性中合作 我们需要认识和实践共同的价值观 包括尊重理解 宽容 爱和良知 触发更多良心的开关 良心是我们内心的明亮珍宝 它会指引我们正确的方向 找到永续发展的出路 照顾万物生灵 全球如同在危机和风暴中航行的船只 需要唤醒良心 启动团结的斗手 在风雨飘摇的时刻 带来稳固与支持的力量 往正确的方向前行 呼吁全球世界公民 政府和国际组织秉除几师 谋求共力 团结一致 以爱和良知 采取决策与行动 我们将能够共同克服疫情 与当今的各种严峻考验 只要每一个人的每一颗真心 充满爱与和平 善良与智慧的力量 就能转动时局 迈向和平之境 并为下一代带来更光明的未来 赐福大家 风雨生信心 爱与良心 普照世界 世界各地的人们 继续致力于加强团结 积极参与 塑造人类未来的行动 保护地球 实现共同的繁荣与和平 并促进所有人的体面生活 是所有地球公民的责任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青年学子 与大家分享他们的愿景 首先邀请到的是 目前就读小学 次年级的诗盈 大家好 我是吴诗盈 我觉得太极门就像先进一样 因为我看到学兄姐都很快乐 很幸福 而且另外的功夫 可以让你变得更年轻 更健康 我的爸爸练功后 很健康 我的妈妈练功后 也很健康 还有我和爷爷练功后 也很健康 我听爸爸妈妈说 侯宽人无法搜索 我们太极门 还编造谎言 没有十足的证据 就说我们养小鬼 然后最凭借唐木剑 就说我们养小鬼 这话故事里说 唐木剑是斩妖除魔的 所以侯宽人 整眼说小话 不配做一个官员 简直不是人 他才是一只鬼 他一定怕唐木剑 所以唐木剑不见了 我想对政府说 赶快解决 疫苗的事 让大家都能 不再被病毒威胁 可以安心的出门 也一定要帮我们 太子们解决假案 让我们安心念工 爸爸妈妈说 我们有依法脚水 如果胎 外还有出门多的脚水单 那一定不是政府有问题 希望政府官员 还有男生 不要再乱开水单 人民才可以安心的生活 谢谢私营的分享 政府如果无法与人民凝聚共事 连自己国家的人民都照顾不好 怎么与国际接轨呢 所以政府官员要有良心 重视人权 并正视人民的声音 确实落实法税改革 转型正义 接着我们邀请到第二位分享人 Gary 人一出生 就应该拥有人权和良心 身为人就必须要超越族群 信仰 物种 国别 这样才能够聚集世界各地人们的意识 共同团结与凝聚向心力 才能挽救日益恶化的地球环境 迈向有序发展 而人际人权宣言 以人生而自由 与人生而平等 为理念 祖述人人有权享有生命 自由和人生安全 人人有权享有言论 表达意见 思想和良心的自由 以及不受酷刑的权利 其中包括 生命 自由 财产 尊严 获助 公正 六种权利 同时 世界人权宣言 也呼吁全球社会 强调所有人的人权 都必须受到保护 每一天 人权都与我们息息相关 我们共同的人性 根植于这些 普世价值 平等 正义 和自由 能够预防暴力发生 并维护和平 我们必须随时 维护人权价值 以避免发生 更严重的危机 在台湾的司法史上 就曾发生了一场 乌龙冤案 侯宽人检察官 违法滥权 积压太极门掌门人 洪道子博士 及夫人尤美荣女士 及数位太极门弟子 长达数月 最终 太极门刑事案件 于1996年7月13日 最高法院三审判决 确定是无罪 即使你是赠予 属免税所得 然而国税局 依据错误的起诉书 继续开出违法税单 甚至去年还违法拍卖 太极门的修行圣地 令人愤慨 要如何去抚平 受害者的伤痛呢 当自己的人权 受到迫害与侵犯时 若您自己本身不是当事者 又如何能有深刻的体悟 和感触呢 国家的司法 应该是维护公平 正义与人权的 并不是知法玩法 利用违法的税单 去伤害及陷害百姓 在12月20日 是国际人类团结日 同时也提醒各国政府 必须遵守国际间 经贸、卫生、环保、 人权和平的协定承诺 国际人类团结日 就是得意同致力于 促进和平、人权、人道 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 红十字会也呼吁各界 应该要尊重 国际人道与人权法 保护每一位人民 受到应有的基本人权 台湾是有民主 有爱心的地方 自己身为台湾的青年 也是太极门弟子 我珍惜希望我们这个宝岛 台湾更好、更棒 台湾的经济不断地进步发展 却让世界看见台湾在 税务人权有如此黑暗的一面 台湾是民主国家 更应该在人权部分 做最好的示范 那为何没有促进 税法的转型正义 协助太极门税务假案 获得平反呢 我真心期盼那些 违法乱纪的检察官 恐龙法官 及无良税官 能够良心觉醒 承认自己的错误 平反太极门假案 并还给清白 也期盼政府能立即归还 太极门的修行圣地 让台湾成为一个真正民主灯塔 和人权法治的国家 谢谢Gary的分享 太极门假案已延旦25年 还没解决 太极门地址的宗教信仰自由 与人权被严重迫害 只好诉诸国际寻求救援 太极门税务冤案的申诉文件 以送进联合国 且引起国际人士关注 认同与发生 我们一起来看这支影片 我们请你和那些随着 我们在 Zoom或YouTube 要来到今天 为一个非常重要的 人权的状态 I have spoken in various fora,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events and academic conferences about the Taiji-Man case, and I'm always afraid that some misunderstanding may happen 因为我完全明白,这会是一个很简单的台湾法,所以我们把台湾法拿起来,他们应该解决它。 但是这就是完全无限,这也没有,而这一堵稳定的选业实际则,我们说,这两个决定的选业实际则是一件人的德选业实际,这第一个人的选业实际则是自由的 religios或信念, 这个案子开始在1996年, 当时有一个厉害的选择自由的 religion和信心在台湾上的状态。 Whatever happened in subsequent years derives from this fundamental violation of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belief and continues to be to this very day a violation of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 As Willi Fautere said, it is also a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because it's a case of administrative corruption. As the United Nations have recognized, corruption is a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It prevents citizens from enjoying their human rights and so it's a serious problem of corruption. Even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in their yearly human rights report, they praised Taiwan in many accounts and rightly so, but they say Taiwan has a problem of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it should solve. And the Tai Chi Minh case is a case where human rights of the Tai Chi Minh community were violated through corruption. Is it a tax case? Is it a human rights case? But it's not an academic question, it's a very practical question. Because if it was a pure tax case, that's something to be solved by Taiwanese lawyers. Why bother to come to Washington DC and discuss this case? Well, the answer is precisely because it's not primarily and certainly it's not exclusively a tax case. It's a case of human rights. It is an established recognized principle that it is the right and the dut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protect human rights. And it's neede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akes an interest as it is doing and takes a stand in the violation of the Tai Chi Minh human rights in Taiwan. Let me conclude with personal remarks. I'm Italian and in Italy we have this expression of a dialogue of deaf people. Two deaf people try to talk to each other but they cannot have a dialogue. So in this case we have on the one hand the Tai Chi Minh Dizi. Many Taiwanese scholars from leading universities, they are not Dizi but they have written about this case. And growingly dozens of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nd human rights activists who have participated in conferences and seminars and webinars about the Tai Chi Minh case. And they all say, look, it's a question of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 and it's a ques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the Taiwanese authorities which said sorry but for the year 92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 has expired so there is nothing we can do. But this is false because it's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principle that when gros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are acknowledged the situation should always be rectified. And if there is no administrative remedy there is always a political remedy. That we live in a historical moment when Taiwan needs a maximum of support from his international friends. But a precondition for this support to be effective is for Taiwan to put its own house in order and get rid of these ghosts of its authoritarian past, settle the scores of the authoritarian past and solve the cases coming from the authoritarian past. And today the biggest score to be settled, the one generating the most massiv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otest is the Tai Chi Minh case. It is not because we are against Taiwan, it's the contrary. It's because we are friends of Taiwan and we want to protect Taiwan in a moment of need that we ask Taiwan, please get rid of this problem which is damaging you in a crucial historical moment for you. You get rid of this problem, get rid of your bad past, walk in the path of democracy and solve the Tai Chi Minh case. Thank you very much. 閃淡25年的太枝門人權迫害案件 让人民获得真正的平反 清白与正义 保障基本宗教信仰自由与人权 才能让国际人士 看见台湾人权保障的提升 让台湾法治 步上宪政民主的正轨 期望全民一起努力 上下团结一心 翻转未来 实现正义 我们用这首MV 来展现全民的决心 勇气与期盼 承受了24年的冤屈 依然屹立不遥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 要让我们的台湾更好 台湾更好 国有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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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得的地区 国有的地区 为是使用的地区 有的地区 尽管我 却想请来 从我们开箱 也紧张 拨开雨 总会影响阳光 因为爱 所以我很勇敢 向前走 向前走 坚持对的方向 呼声隆隆 泪眼交加 不万一 我们拥有天空低烈的力量 因为爱 愿意荆棘中一旦花香 用爱克服恐惧 用幸福临悲伤 尽管那风雨飘摇 也要勇敢迈海路 如果我们要坚定信心 一起影响未来 为爱勇敢 为爱勇敢 勇敢往前方 护活鞋 银活鞋 就会失去影响 不万一 我们拥有天空低烈的力量 因为爱 愿意荆棘中一来花香 用爱克服恐惧 用幸福临悲伤 尽管那风雨飘摇 也要勇敢迈海路 我们要坚定信心 一起影响未来 为爱勇敢 为爱勇敢 勇敢往前方 不拖鞋 一拖鞋 就会失去理想 长夜将尽 一铃火香 不怀疑 我们拥有天空低烈的力量 因为爱 愿意荆棘中一来花香 我们要求立即撤销所有的违法罪单 否则我们绝对会 全面抗争到底的力量 反倒假 反倒假 要平凡 要平凡 反倒假 要平凡 邀皮疼